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生老病死虽然是自然规律,但是真的等到那一天,要拜别父母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坦然接受 有人可能会想,假如能够提前知道父母离去的信号就好了 那自己一定会提前好好孝顺他们,不让彼此留有遗憾 事实上,确实有这样四个信号 一旦你在父母身上看到这样的信号,往往就说明,他们可能时日无多 一,年纪太大,突遭意外,卧病在床 几年前,袁隆平爷爷去世的事情,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袁爷爷一直身体都很好,上一秒还能下田地视察稻子的生长情况 却因为不慎摔了一跤,最后卧床不起,和我们天人永隔 现实中,有不少老人都是这样走的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老人最怕的就是摔跤 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因为人老了之后,各项器官功能都在衰退 一旦有意外,摔了胶,爬不起来之后,很容易就会患上坠机性肺炎 这个东西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呼吸系统,当人的呼吸有问题了 很快,其他器官也会相继崩溃 所以,一定要注意老人平时的日常活动 千万要好好呵护他们,尽量减少他们出现意外的可能 二,突然开始安排后事,交代一言 都说有的人对于自己要离去的时间是有感应的 网上也有很多人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 有的说自己奶奶头一天还没事人一样 只不过拉着他们说了很多类似交代一言的话 当时家里人还制止奶奶,不让她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但是奶奶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 结果第二天早上再去看,奶奶已经在睡梦中刻然尝试了 可能是玄学,可能是巧合 但是假如你也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 千万不要觉得老人是没事找事,不放在心上 别等到真的失去了,他们才追悔莫及,遗憾终身 三,开始频繁地怀念失去的亲人 生活中,还有一类老人是这样走的 他们的老伴前几年离开人世 从此之后,他们便一直样样不乐,直至游进灯窟 有研究表明,许多老人其实在失去伴侣之后就慢慢患上了老年抑郁症 但是因为大家对精神方面的疾病并没有很重视 于是他们也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最后可能就想不开,选择了自我了结 假如你身边有长辈突然开始频繁怀念过去 尤其是怀念自己离世的亲人的话,一定要当心 四,没有胃口,感觉生无可恋 很多女孩子为了外貌选择减肥 但是减不了多久,又都放弃了 原因无它,实在是好吃的太多 实在无法舍弃 但是对于老人来说 一旦他们出现食欲不振,茶饭不思的预兆 那就多半代表着日子要到了 吃不下饭的人,不但会导致营养问题 还会出现精力就跟不上 精力跟不上,就不想看电视 不想和人交流 日子久了之后,便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丧失生活的斗志 由此可见,让老人保持胃口长开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多关心一下父母吧 多留心上面这四件事 不要等到他们走了才回想起这些 才心痛难过 父母是家庭的主心骨 有父母在的地方便有源源不断的爱 有父母良好的教育 全体成员才能团结一致 使家庭蒸蒸日上 而一旦父母离开 许多家庭失去前进的方向 很可能四分五落 最终走向衰败 但这并不是绝对 现实中仍有许多例子证明 即便没有了父母家庭 还有从头再来的可能 但这需要更为苛刻的条件 也值得我们学习 父母终究只能陪伴子女一生 日后家族的兴衰 还要掌握在后代人手里 相比于父母在世时 扛起一切 或许我们更需要为家庭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这也是子女们日后的福气 父母去世之后 家中出现了这些急诏 预示着家道兴起 灵妖 兄弟姐妹重归于好 彼此凝成一股绳 无论何时 能使家庭不断开阔的重要因素 就是兄弟姐妹们齐心协力 所凝聚出的力量 父母在世时 兄弟姐妹之间更容易和平相处 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离开之后 家就一定会散 有些父母在世时重视子女教育 警惕他们要相亲相爱 同时一碗水端平 给予子女无尽的爱 那么他们走后 兄弟姐妹依旧是最亲的人 说不定恰恰是因为父母离开了 他们更珍惜彼此 原本有矛盾的人也重归于好 所有人凝成一股绳 促进了家庭的和谐发展 这也提醒父母 对于子女的教育至关重要 想要在自己走后 子女们仍然珍惜彼此 就要对他们悉心教导 相信你的教育会凝成敦厚的家风 也会促使着子孙后代昂扬向上 最终使家庭走向辉煌 02.家庭成员爱好读书 家中充满书香 父母作为家庭的引路人 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父母在世时 对于子女的专专教诲 会使他们以后历身历德 为人处世的标准 父母所留下的明言警句 也会在离世后成为子孙后代的精神支柱 等到父母走后 那些引导子孙后代热爱读书的家庭里 仍旧充满着书香 正是书籍开阔人的心智 提升人的思维 也使整个家庭的精神境界更上一层楼 当全体成员都拥有了不俗的格局和境界时 家庭的发展也只是时间而已 总有一天 全体成员共同努力 会完成父母的愿望 使整个家庭轻始流明 父母不必担心自己走后 家庭必然会走向衰落 只要奠定家风 将子孙后代引向康庄大道 那么当读书成为他们日常的习惯时 日后也会延续着你的愿望 变成理想中的样子 说到底 真正是一个家庭崛起的 就是浓厚的家风 是根植于每个人心中的精神力量 你留下了这些宝贵的财富 他们就会永远守护在子孙后代左右 成为一个家庭的保护神 如此 你也就放心了 有些父母走了 整个家庭变散了 还有些父母纵然离开 却留下了数之不尽的精神宝藏 指引着子孙后代披荆斩棘 再创辉煌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明智的父母 在世时利身利得 教育好子女 离开后也能引导他们走向正途 如此 就算有一天你会闭上双眼 这份精神力量 也会使家道兴起 全体成员奔向幸福 有这么三件事 一旦夫妻之间存在 将是比二人离婚还要可怕 不妨抵对一下 假如你和伴侣同样有这些问题 不妨考虑一下 分开可能更能让彼此幸福 一 逃避问题 前不久 一个妻子因为痴念和丈夫 争执至崩溃的视频流传甚广 视频中 妻子泪流满面 一直试图在跟丈夫表达自己的感受 据他所言 当时二人在面馆等着吃面 面上的很晚 又不好吃 他就跟老板说了一下 他觉得 面不好吃是自己的主观感受 他作为消费者 有权利做出类似的表达 而且他最生气最委屈地点 就是当他平静地对老板提出诉求的时候 本应站在这边的丈夫却认为自己丢人 丈夫则认为 人家既然开了店 面不好吃 下次可以不去吃 他这样说就是无理取闹 视频的最后阶段 可以明显看到 妻子的情绪已经面临崩溃 丈夫却仍旧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翻开底下评论 网友们都表示 这对夫妻中 妻子很明显 素质涵养都要高于南方 说话有条有理 不卑不亢 反观南方 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 还特别缺乏同理心 类似相处模式的夫妻 现实中还存在很多 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 常年累月 朝夕相处 沟通成本是难以想象的 你说东他说西 你说天他说地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不直面问题 不解决问题 这无疑是非常心累的一件事 二 斤斤计较 前段时间 看到某网友吐槽自己丈夫 他说丈夫特别爱计较 从恋爱到结婚 给他花的每一笔钱 都要记在本子上 有次出门去吃饭 两个人坐公交 因为正好那时候接了个电话 手机不得空 便让丈夫帮忙刷了两块钱的公交费 吃完饭 平分账单后回家 又要坐公交 公交车刚到站 他一下子退到后面 笑着跟自己说 刚刚上车是我刷的卡 现在到你了 网友说 当时一下子心里五味杂陈 不知道是个什么感觉 夫妻本为一体 荣辱与共 风雨同舟 如果像这样斤斤计较 连几块钱都要分 是你花得多 还是我花得多的话 是非良人 又何必结婚 三 多疑暴躁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这部国产电视剧 可以说是许多90后的童年阴影 像男主角安家和这样多疑善度 暴躁残忍的男人 伴侣不管做什么 和谁聊天说笑 在他们看来 都是不可饶恕的背叛 在面对所谓背叛的时候 他们往往也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 轻则语言攻击 重则大打出手 和这种人生活在一起 做夫妻 不仅意味着随时随地 都要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包袱 一个不慎 还可能有生命危险 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要是有机会 还是趁早离开这种人 世间男女本是为了爱 才选择结合 成为夫妻 没有爱的婚姻 原本就很平淡 令人遗憾 假如还碰到上述这三种情况 那境遇只会更糟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幸福 不妨早日放彼此离开 及时寻找新的归宿 免得白白蹉跎 后悔莫及 夫妻年龄差几岁 最幸福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 然而 从过来人的角度来看 相差三到六岁的年龄差异 所带来的好处 不止一两点 不信 你往下看 01 相差三到六岁 男性思想更成熟 首先 由于生理结构不同 男性与女性的成熟年龄不同 前者普遍之后 相差三到六岁 男大女小 代表男性的思想更加成熟 有人说 会做小女人的女人最幸福 这是因为男人成熟 懂得呵护爱人 有了三到六岁这个年龄差 更容易实现这种关系状态 成熟的男人 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 将使得他们在思考问题时 更加冷静客观 深思熟虑 他们还会审时夺视 看得出另一半的情绪变化 而红起他们来 也游刃有余 相对于年龄较小的女性 男性在处理问题时 更加理性 能够更好地控制 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这种成熟的思想 可以为夫妻关系的稳定 提供坚实的基础 02 相差三到六岁 心灵沟通更顺畅 其次 相差三到六岁的年龄差 也有助于夫妻之间的 心灵沟通更加顺畅 有时候 男性未必不想知道 伴侣的需求和想法 只是苦于对方不说 自己又体会不到 而年龄相对较大的男性 面对女性时 会更加通透和富有想法 所言所为 可以引导伴侣 说出内心的感受 从而进行有效的沟通 两个人即便拥有 不同的兴趣爱好 和知识背景 也可以求同存异 反而使得夫妻间交流的内容 更加多样 很多成熟男性 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 和知识储备 来启发女性的思维 而女性则可以通过 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见解 来丰富男性的思考 这种心灵的交流和共鸣 可以增进夫妻之间的情感联系 使他们更加了解 和吸引彼此 03 相差三到六岁 夫妻生活更和谐 第三 相差三到六岁的年龄差异 还可以促进夫妻生活的和谐 男性的成熟 和女性的活力相互补充 让夫妻之间的生活 多姿多彩 而且 年龄差异 还可以带来新鲜感 使夫妻之间的激情 更加充实和持久 没有人不需要精神上的刺激 这会让人极其富有活力 而成熟男性 会在自己需求的同时 顾虑伴侣的感受 一个人的尽性 总不如两个人的尽情 此外 年龄差异 可以带来不同的生活经验 和生活态度 这使得夫妻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和挑战时 一方坚韧乐观 另一方充满斗志 这种组合 所向披靡 男性思想的成熟 心灵沟通的顺畅 以及夫妻生活的和谐 都是这种年龄差 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然而 我们也要意识到 年龄差异 并不是决定夫妻幸福与否的 唯一因素 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 尊重和支持 同样重要 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 年龄差异 才能真正显现为 夫妻关系中的一种优势 幸福的婚姻不是 找到了完美的人 而是学会接受不完美的人 学会接受彼此 适应彼此 珍惜彼此 善待彼此 就会共同创造幸福的婚姻 夫妻本是同林鸟 能不能相伴到老 说到很多 很多人以为是天意 很多人以为是人为 其实 夫妻能够白头偕老 上天早就注定好了 与两个人的心态和行为 有很大关系 真不是迷信 灵妖 是相互扶持 还是一方付出 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和付出 是维系婚姻长久的重要因素 在婚姻中 相互扶持是一种互助关系 无论是在经济上 情感上 还是在琐碎里 夫妻间的双向奔赴 都能够增强彼此的信任和依赖 使婚姻更加稳固 然而 有些人以为 对方选择了自己 就应该全心全意付出 不求回报 否则就是在爱情里 掺杂了自私的因素 其实 这只是被偏爱的一方的道德绑架而已 夫妻之间的付出 就应该是相互的 而不是单方面的 只有当夫妻双方都能愿意 且能正视彼此的付出 才能维系长久的 平衡和谐的婚姻关系 02 是三观契合 还是冲动盲目 乔家的儿女中 乔四美和丈夫七成刚 可谓是盲目冲动结婚的典型 他们二人三观不合 一个是毫无原则的恋爱脑 一个是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出轨渣男 两个人最终分道扬镳 观众们拍手叫好 毕竟 他们在一起生活 双方都太累了 夫妻之间是三观契合 还是冲动盲目 是关系到婚姻 能否长久的重要因素 三观契合 是指夫妻双方在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等方面的一致性 如果夫妻之间的 三观契合度高 他们在面对问题和困难时 更容易达成共识 从而减少矛盾和争吵 相反 如果夫妻之间的三观 存在较大差异 冲动盲目的婚姻 很可能会在面对困难时崩溃 因此 夫妻之间的三观契合 是维系婚姻长久的重要保障 03 是共同进步 还是舍我为人 最后 夫妻之间需要的是共同进步 而非舍我为人的道德式的自我感动 共同进步 意味着夫妻双方在婚姻中 共同成长 共同进步 他们应该相互激励 相互支持 共同追求更好的生活和事业 而舍我为人 则是指夫妻间的其中一方 为了成全对方的理想 无私奉献的忘我精神 很多人觉得 只有当夫妻双方 都能够以对方的利益为重 才能够建立起和谐的婚姻关系 其实不然 现代社会 已经不倡导舍己为人的思想了 而是在保全自己的情况下 对别人施以善意 才是当今价值观的正确倒下 舍我为人 是默认自己停在原地 看着对方远去 既然这样 就不能在对方选择放手以后 护天枪地 但是 这样的结局 你认吗 不认 当然不认 所以 我们才要保持 其头并进的势头 夫妻能否相伴到老 与其说完全是上天早就注定好的 不如说是做人 处事的态度和选择 造就了人们幸福与否的结果 只有在这些方面 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契合程度 夫妻间 才能建立其稳固 而幸福的婚姻关系 只有夫妻双方共同努力 才能够相伴到老 共度幸福的一生 情感专家曾说 无论现在的日子 过不过得下去 只要还没有离婚 两个人对彼此 就还是有感情的 这份感情 就有对的地方 没有离婚 就代表两个人 还有因为相似性 带来的默契感 还有互补性 带来的需要感 而默契感和需要感 是双方互相配合的结果 夫妻会不会半路离婚 就看他们还愿 不愿意彼此配合 别不信 灵妖 配合 代表两个人 还有靠近的欲望 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 而爱情的核心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欲望 和吸引力 只有当夫妻双方 仍然保持着 对彼此的吸引和渴望 他们才会愿意继续在一起 这种欲望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更包括心灵上的共鸣 和情感上的依赖 有人说 爱情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而婚姻是一种平淡的幸福 两个人之间相互靠近的欲望 依然存在 才会愿意继续维持 这种平淡的幸福 从而继续努力配合着对方 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 即便如此 两个人仍然愿意彼此靠近 因为包容而配合 因为需要而依靠 这段婚姻将会一直持续 02 配合 代表两个人还有对家的责任 婚姻是契约 家庭是责任 而不单单是爱情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更是彼此维系家庭的责任 夫妻双方要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包括经济上的支持 家务的分担 子女的教育等等 只有当夫妻双方都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才能够维持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庭 就像《辣妈正传》中 李木子的丈夫因为在家庭中的缺失 将自己寻求自由 逃避责任的懦弱 凌驾于任何情感的配合 与家庭的责任之上 致使家庭破裂 险些分道扬镳 配合 意味着夫妻双方 愿意为了家庭的幸福而付出努力 还会愿意共同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而放弃一些单身时的洒脱 人总有向往自由身的瞬间 即便如此 两个人仍然愿意彼此妥协一点 因为责任而配合 这段婚姻将会一直持续 03 配合 代表两个人还有对彼此的需要 常有人说 婚姻应当是两个人共舞 而不是两个人的囚笼 婚姻建立在互相依赖和支持的基础上 要彼此的陪伴和关怀 要在彼此身上找到安全感和满足感 只有当两个人之间的需求得到满足时 他们才会感到幸福和满足 配合 是夫妻双方愿意为了满足对方的需求 而付出的努力 支持和理解 那种不必言说 而对方心知肚明的默契与需要 并主动配合的意愿 是维系婚姻最轻松 也最稳当的做法 人都是欲望 被满足 才会获得幸福感 即便如此 两个人仍然愿意为对方做些什么 因为需要而配合 这段婚姻 将会一直持续 夫妻关系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 然而 婚姻的长久与否 往往取决于夫妻双方 是否拥有持久的配合 夫妻关系中的配合问题 是决定婚姻长久与否的关键 婚姻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只有夫妻双方都能够坚定地配合彼此 才能建立健康和谐的婚姻关系 才能够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 儿子结婚以后 媳妇进门的生活 有的家庭表面风平浪静 有的家庭暗流涌动 婆婆和儿媳两个 对彼此并不是十分了解的人 因为同一个爱着的人 而成为了最亲近的家人 我们有时会感慨 命运的神奇安排 更需要在日常的相处中 找到让彼此都舒心地全新的生活方式 日久自见人心 儿媳好不好 从这三件事就能看出来 全战的那是把你当亲骂了 01 在家时对你的称呼 出门在外时 儿媳对自己恭敬有礼 儿子在家时 儿媳对自己孝顺有余 想要知道儿媳好不好 注意一下儿子不在家时 对方对你的称呼可以看出一二 喊妈的儿媳规规矩矩 喊阿姨的儿媳心有芥蒂 喊哀未的儿媳脾气大没礼貌 喊名字的儿媳没大没小 喊妈妈老妈的儿媳可比小棉袄 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虽然说相处的时日不多 但从平时最经常用的称呼里 能够看出你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 刚进门就对你没大没小没礼貌 以后的生活可见一斑 若是遇到对你的称呼和对亲妈一样的儿媳 以后享福的日子还长着呢 02 带娃时对你的态度 儿媳生了孩子以后需要老人帮衬 你带娃时儿媳对你的态度里 藏着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有的人觉得婆婆带娃天经地义 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不做就是偷懒 这样的人没有感恩之心 有的人觉得老人带娃不容易 有时间就会帮忙分担家务多干活 这样的人有血有肉有分寸 有的人带娃的观念和老人不同 经常与你发生意见分歧 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常见 初心都是为了孩子好 很正常 在带娃时的欢声笑语和劳累中 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真实的脾气和秉性 有人觉得儿媳是别人家的孩子 但远亲还不如近邻呢 朝夕相处之下 不是母女胜似母女的情况也有很多 03 生病时对你的照顾 年纪越来越大的人 生病是不可避免的事 一旦生病就需要人的照顾 生病时儿媳对自己的照顾里 藏着此时你们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厚度 生病的时候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攒钱的重要性 年轻时攒下的每一笔钱都是年老时看病就医的保障 如果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处理自己晚年的突发状况 在儿媳面前说话就多一份底气 如果你是一个月光族 生病时就不得不面对向孩子要钱的情况 面对自己的孩子还好 手心向上问儿媳要钱的滋味不好受 这个时候 懂事的儿媳会自觉跳过你 直接去医院把费用交付 医院的住院部里 护士大多能一眼判断出陪护的人是媳妇还是女儿 这本是一句说笑的话 透露出的心酸 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得出来 如果你在生病的时候 有儿媳在身边悉心照料 你便能最直观地感受到 你们之间的情分有多深 从这三件事能以小见大的看出儿媳好不好 但结果并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生活是自己的 好日子是每个人每天用心经营出来的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说到底无非就是拿人心换人心罢了 为人父母 总想为子女遮风挡雨 即便儿女长大成人 也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他们最大的帮助 但不是所有的爱 都能如雨露那样护佑子女茁壮成长 有些爱一旦不加意志 便会打碎孩子们前进的希望 尤其是儿女找你要这两样东西时 一定要拒绝 给了她就会变成仇人 还会使其失去人生方向 这才是害了她 01 找你要遗产 要拒绝 以免他们从此游手好闲 现如今的社会里 仅靠子女一个人单打独斗 会活得特别累 也会与那些有富裕父母帮衬的人 拉开差距 任何时候 成功都不仅仅是努力那么简单 还要靠着背后的资源 以及父母的鼓励 如果孩子偶尔需要帮助父母伸出援手 这会使彼此更为亲近 特别是在金钱的事情上 只要不涉及原则和底线 偶尔帮衬子女也未尝不可 只不过现实里 有太多不懂得感恩的子女 他们非但不觉得父母的钱来之不易 反而还嫌弃父母给的不够多 父母还在世 他们却要逼着父母早立遗嘱 尽快把遗产分给自己 其唯利是图之心 足以令父母寒心至极 子女每一次狮子大开口 打算要父母的全部财产 就证明他们有了好吃懒做的倾向 总想站在父母的肩膀上看看世界 却从来不肯依靠自己 终究会被生活打倒 毕竟他们没有独立的能力 为人父母 千万不要溺爱孩子 更不要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只有孩子们先学会独立 并有一定的赚钱能力 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 同时有规划金钱的实力 等到百年之后 他们早已长成参天大树 你给他们的钱才是锦上添花 现在给得太早 就是把他推入歧途 一定别太心软了 零二 找你要面子也要拒绝 帮助他们尽快承担责任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渴望他人认同 在人际关系中 我们甚至会为了所谓的面子 而不断证明自己 能够不断提升实力 用独一无二的能力 获得他人的称赞 这是聪明人的做法 只有拿到手上的一切 才是人永恒的底气 如果孩子懒得奋斗 又想要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他们可能会找你借所谓的资源 人脉 甚至会打着你的旗号 在外招摇过时 这样的行为 不只会损坏你的名声 也会使其陷入不劳而获的漩涡里 父母能给予的东西终究有限 未来能走得多远 还是要看孩子自己 受人已渝 不如受之已渝 尽快交给孩子正确的三观 帮助他们健全人格 是父母最大的任务 面子要靠孩子自己去证 你只是旁观者而已 父母对于子女的爱 不该是毫无筛选的满足 而是要在原则和底线之上 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 帮助他们长大成人 孩子有正当的需求 父母应该予以帮助 毕竟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们 但若是那些试图走捷径 想要榨干父母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尽快拒绝 父母不是孩子人生的陪衬 孩子的未来 要靠自己去缔造 只有不拒绝了他们不合理的要求 他们才会走上独立之路 并最终获得成功 你适可而止的帮助 会是他们成长路上 最珍贵的财富 为人父母这一生 都在努力满足孩子的要求 年少时给他们买喜欢的玩具 中年时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物质环境 到了晚年 仍需要为他们修修补补 替孩子负重前行 即便儿女长大了 父母的心也总是拴在孩子身上 害怕他们拥有的不够多 过得不够幸福 这就是父母之爱的伟大之处 但我们要明白的是 我们所有能给得起的东西 未必都被子女所需要 有些东西你给得太多 反而害了子女 因为这剥夺了他们成长的能力 尤其是这两样 儿女找你要 一定要及时拒绝 给了就会变成仇人 零一 找你要银行卡密码 要拒绝 许多父母可以为孩子牺牲自己 把一生赚的钱都拱手奉上 殊不知这才是最畸形的亲子关系 父母和子女本质上是独立的个体 彼此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而不应该榨干对方的最后一丝价值 等到子女长大成人之后 他们就应该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不该再过多地向父母伸手要钱 父母的钱也不全是为了子女做准备 他们还要养老 还要去实现自己 晚年所有的积蓄都是为了更好的人生 如果你的子女非要要走你的银行卡密码 将你所有的钱挪为己用 说明他们从来不曾孝顺父母 这样的儿女也别再寄托希望 如果你曾经想过把一切都留给子女 一定要及时劝说自己 你如此溺爱 会让子女失去独立的能力 当有一天我们撒手人还时 他们只会一无所有 到老了 在儿女面前 父母一定要捂紧钱袋子 别再给儿女钱 要让他们自己负担接下来的人生 也别再随意花钱 要为晚年生活留足退路 金钱是我们活着的底气 手里有钱 以后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 我们都能从容应对 02 子女要你的身份证 要拒绝 某件新闻中曾经报道 一位未满18岁的孩子 为了上网与网友约会 便偷取了父母的身份证 以父母的身份与对方畅聊 谁知最后那位网友竟然是骗子 不骗光了他所有的钱 还用父母的信息到处为非作歹 等到其父母发现报警之后 这个家庭已经损失了近100万的钱款 生活中类似的案例时有发生 他们都在警告我们 即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 也不要随随便便出借身份证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纠葛 尤其是子女设事未深 心智还不健全时 父母一定要把家中的相关信息保存妥当 千万别让子女有了可乘之机 人的欲望会不断膨胀 一旦不加意志 儿女很可能会走上不归路 真正的爱不是要实时满足对方的所需 而是要将它培养三观健全 人格完善的成年人 不求大富大贵 但希望我们的儿女不要走错路 否则作为父母会愧疚一生 子女的许多要求 作为父母都可以满足 但以上两种还是要明确拒绝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 会使其丧失独立能力 无法应对社会的要求 把身份证给他 对方很可能会走上不法道路 以后难以挽回 父母的理智清醒 才是对于子女最好的教育 相信你的子女 会为有你这样的父母而骄傲 现代社会里 再强大的人都不可能单打独斗 无论是在经济还是生活中 总需要别人暂时性的帮助 能在孤立无援时 得到他人伸出援手 一定是命里难得的幸运 能在凉薄的世间感受他们的温暖 更是这一辈子的福气 这些人的出现 恰恰就是命运在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正所谓 得到者多助 失到者寡助 一个努力向上的人 会受到来自命运的馈赠 当你身边突然出现了这些人 恭喜你 老天爷要帮你了 请一定要抓住机会 01出现了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 乒乓球世界冠军张仪宁 曾在采访中谈极退役的原因 他坦言 自己不是因为没有比赛可打 而是失去了竞争对手 所有的比赛也失去了意义 相信这也是许多成功人士的真实感受 官场讲究制衡之术 世间万物 也遵循相生相克的原理 一个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 非但不会让人觉得晦气 反而会给人无穷无尽的勇气 正是想要赢过他 才会不断提升自己 也正是无数次在欣赏和羡慕对方的同时 我们才能真正明白 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没有了对手 也就没有了前进的目标 这样的人生虚无缥缈 令人疲乏 当你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 首先做的是见贤思奇 而不是极度别人时 说明你已经拥有了宽广的胸襟 而后就该好好努力 争取对方并肩 相信在对方眼里 你也会是一位可敬的对手 两人互相勉励 星星相惜 终究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02 出现了能为你指点迷津的人 每个人的青春都是混沌迷茫 到了中年之后仍然未能完全清醒 在很多关键时期 如果没有他人的指引 我们或许会仍旧混沌 甚至会走错路 命运为了避免你屡屡碰壁 会派那些更有经验的前辈 来替你指点迷津 他们的思想或许有局限 但这么多年历经风雨 所总结的人生经验 总能让我们受用 怀着一颗谦卑之心 与这类人交流 也会被刷新思想 而后变得通透 等到再出发时 眼前的道路已然明朗了 未来也会更加明亮 03 出现了陪伴你的人 奋斗的旅程 纵然充满成就感 但也时常让人觉得孤独 回到家后 面对空荡的房子 再多的金钱 也觉得毫无意义 直到有一天 身边出现了能陪伴你的人 他给你温暖 给你鼓励 给你安慰 让你在这浮躁的世间 找到了心之归处 灵魂上被治愈 精神上也被填满 现实生活里 才有更多勇气 去披荆斩棘 茫茫人海 相遇是缘分 相守才是莫大的恩遇 请好好珍惜那些 对你不离不弃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贵人 人活一世 会经历形形色色的人 有些让你痛苦 有些令你欢喜 前者需要远离 后者需要珍惜 抓住每一个机会 不断努力 相信我们总能做出成绩来 让世人为之瞩目 那些帮助过你的人 也会因为看到你的成就 而倍感欣慰 总有一天你 也会变得强大 成为他人的贵人 命运在此刻完成了闭环 你我都是命运之轮中 最可敬的人 下午三点多 我妈在微信上 发了一个视频给我 我当时在公司开会 就顺手挂断了 然后她又发了一个 挂断又发 循环反复了好多次 我不耐烦地回复她几个字 咋了 我在开会 过了很久 她说 没事 点错了 我扫了一眼 没有回复她 继续对着大屏幕上的PPT 边思考边做记录 临近下班的时候 我下意识拿起手机翻朋友圈 赫然看到我妈点的一大堆赞 如果不是这些赞我甚至完全将她抛在了脑后 那些赞 甚至可以追溯到两年前 然后 我脑海里 立即浮现出 那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 吃力地翻我朋友圈的画面 再也忍不住 眼睛当场就湿了 有多少说不出口的关怀 最终都变成了朋友圈里不经意的点赞 这句话几乎是在一瞬间 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然后猛然意识到 原来自己已经很久 很久都没有往家里打过电话了 强忍住泪湿的双眼 拨通了手机里那串熟悉的电话号码 然后轻快地说 妈 你在干嘛 这会不忙了 是不是想我了 我当时在开会 明显感觉到她的局促 说话吞吞吐吐 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她说 没事啊 我当时只是想试一试家里的网路 不小心点错了 没有耽误你上班吧 别怪我呀 然后我的心就像堵了一块石头一样 说不出一句话 我在想 为人子女的我们到底 对父母做了什么 导致他们连打个电话都要考虑 是不是对我们造成了打扰 是我们越长大 表达爱的能力就变得越薄弱吗 还是传统的中国式教育 掩埋了我们深藏心底的感情 记忆中的自己 好像从来不曾对父母说过一句 肉麻的我爱你 好像从来没有注重过仪式感 没有在逢年过节时正式送过礼物 没有明确表示过想念和关怀 父母对于我们也一样如此 电话里永远都是那几句 吃好了吗 穿暖了吗 工作别太累啊 早点睡吧 我们与父母之间的感情 何以变得如此腼腆 明确地表达出来 我们的爱与想念 为何变得这般多难 是不是非要等到那些不好意思 说出口的挂念和关怀 变成冷冰冰的朋友圈点赞 我们才能意识到 对于他们的亏欠 那么我们工作上的忙碌 我们对事业和梦想的追求 是不是注定要用陪伴父母的时间 来做交换 我不敢往下想 只知道自己一定要在两者间找到平衡 寻求两全而不是交换 可以一腔孤勇地往前闯 不管前路多少艰难险阻 荆棘遍布 但同时也要适时回首张望 看看孤灯下为我们守望的亲人 有着多么温暖的目光 如果说我们是披荆斩棘的勇士 那么他们就是一言不发的掌灯人 他们不会说很多好听的话 但是却可以十几年如一日护我们前行 哪怕存在感微乎其微 但是发出的光 却可以光芒万丈 他们不只是我们的父母 亲人 还有可能是许久不联系的好朋友 是默默爱着我们的那个腼腆的男孩 他们不说话 但是他们的爱与关怀 犹如出生的太阳一样强大 那么 尽管往前冲吧 即使飞得不高也不远 但只要转身就可以遇见温暖 在陆野园的墨西哥落雨松树下 扫着犹如落雨般不断掉下的树叶 心里起了个念头 要掉到什么时候 组长笑容和蔼地向自己说 掉了没关系 再扫就好 不掉才麻烦 死了就不好了 平时的几句话 如清凉的干露水般 浇息自己心中微细的不耐与撑脑 从而体会到 菩萨起心动念 皆以慈悲为根本 处处想的都是他人 众生常因不称心如意而称怒 若仔细思维 无非是由于现实与自己所想的相违背所致 当我们都以自己为出发点 如他害我做白宫 他踩到我的点 他伤到我的自尊 愤怒感及随之而生 而菩萨与众生最大的不同 就是时时刻刻想着如何利益众生 心中常怀大慈悲心 拔苦与乐 冤亲平等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慈悲能拔除众生的苦难 令众生普得利乐 不需要有多大的财富或权势 只要有悲悯之心 一句关心的话语 一个细心的动作 都可以是慈悲心的具体展现 常以慈心待人 不论别人如何无礼 乃至伤害自己 始终不忍见其苦 欲令其乐 不仅破除我之 亦成就了忍辱 禅定等种种菠萝蜜 为成就佛果之基础 《华言经》 普贤行愿品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固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 因于大悲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欲发心修行 成就道业 慈悲心乃一切之根本 真正的大悲心 应秉持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之见 不论众生是穷 是富 不论是对自己好 对自己不好 不论是亲友 是宿昧平生 乃至是动物 是植物 都一是同仁 不起分别 增爱 达到冤亲平等 如实践行 道果必成 称心重 要怎么培养慈悲心 粗重的称心 是凡夫众生 共同的喜气 五庭心观 多称众生慈悲观 修习慈悲观 降伏自己的称心 修自立立他菩萨行 观众生苦 常养慈悲 大乘里去六波罗密多经云 此等众生 亦于过去无量无边生死节中 横为父母六亲眷属 常为我故造不善业 今在恶鬼寿司苦报 菩萨摩赫萨观世苦已 起大悲心 每当看见令人褪毙三射的大蜘蛛 蟑螂时 做事思维 这是自己过去生的父母 为了养儿育女 而造了种种恶业 今生伦多畜生到受苦 他们的苦 我有责任 如此思维 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不再厌恶 畏惧 而给予三皈依 祝愿来世得人身以致修行 除此 七周原慈 自立立他的肆无量心 只要精进不屑 持之以恒 脚踏实地去落实 必能化解心中的称毒 使慈悲心苗开花结果 过去曾有之被老鹰追逐的鸽子 躲到舍利弗尊者的影子下 依然站立不已 可是当一道佛陀的身影下 则泰然自若 无有恐怖 这就是因为佛陀三大阿僧奇节修菩萨行 具足慈悲的功德力 在中台公案中 也有许多人遇向开山祖师诉苦 但是每当见到面 听到开山祖师的声音 玄机忘记自己 在烦恼什么 无论是佛陀或是祖师大德们 心心念念的都是慈悯众生 举手投足 自然散发慈悲涉受 使人心安的法界 这都是慈悲的力量 子曰 人而不仁 如礼合 人而不仁 如月合 儒家的人 即是慈悲 儒家或佛法 皆以慈悲为核心之鉴 欲解称毒之害 慈悲是最上好的药方 欲增长慈悲心 从利益大众的菩萨行中去磨练 在中台的我们 是何等有福报 有大善知识做最好的视线 从严教 身教 点点滴滴都让弟子们学习 如何在菩萨道场中自利利他 从利他中增进慈悲心 远离称慧 断除烦恼 只要随其脚步一之而行 步步紧跟 修行必定能有所成就 人生在世 如同登山 有起有福 有陡有缓 但只要我们坚强面对 不曾放弃 就会始终向上 也会终有一天到达理想之巅 行路的过程中总是磕磕绊绊 在人际关系上也难免会有诸多不快 比如许多人总是本能地看不起你 还有许多事情都在令你颜面尽失 但这除了说明对方素质不高 提醒你尽快远离 还是在为我们敲响警钟 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 他人的嘲讽与冷漠 往往发生在你不够强大之时 与其以弱小之姿 对别人愤恨不已 倒不如努力提升 让外界的争议烟消云散 也让自己无畏于任何风雨 别人看不起你并不重要 你若是为此而恼羞成怒 那才是真的看不起自己 这说明 你说你承认别人是对的 倘若心思宽广 又何须在乎他人的一言一行呢 如果你真的强大 又何必为那些烂人烂事 争出高低呢 被人看不起时的做法 才真正彰显了你的格局 不要生闷气 牢记这两点 天也祝你 灵妖 将他人的非议抛之脑后 努力过好自己 这一生 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每个人衍生出不同的思想 总会有人高高在上 也有人洋洋自得 他看不起你 可能是本能的自尊在作祟 除了你之外 还有许多人不被他放在眼里 实在太正常了 不必在意 活着不是为了讨他喜欢 他也不能为你的人生打分 这些人的存在 只是为了考验我们的心理素质 但凡能够将其言论抛之脑后 你就已经足够豁达通透了 漫长的一生里 真正能阻碍我们的因素太多太多 如果你为了眼前的一句话 而愁苦不已 以后势必会为更多问题而痛苦 真正能勇攀高峰的人 从来不在乎路上的断壁残缘 他们心中只有远方 越是心思简单 越能走得飞快 将其他人甩在身后 希望你面对别人的瞧不起时 也能足够坦然 当你在心中竖起了铜墙铁壁时 任何人都将无摧毁之力 这时的你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02.努力提升 便能远离是是非非 成功的企业家 不会在乎网络上的诸多言论 优秀的文学家 也不会非要 与那些平头论足的人争论 争论毫无意义 还会影响心情 你和怎样的人辩驳 就说明你是怎样层次的人 没必要自降身价 等到有更好的作品问事时 有些人自会闭嘴 等到我们进入更高层次时 他人就会消失在你的世界里 这才是最好的反击 作家莫言就是如此 当年他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 受到了太多人的非议 有些人因为莫言出身农村 而骨子里瞧不起他 连亲戚们也是如此 可是莫言从未在公众平台 发表过任何争论的语句 而是默默回到了老家继续创作 多年之后 他的晚熟的人再次走红 证明了自身的实力 以前那些嘲笑他的人都变成了笑话 这些年里 莫言的深刻言论 也再次流行 人们敬佩于他的格局 再也不会对其指指点点 哪怕像莫言这样的人 也未必能消灭所有人的嘲讽 更何况是平凡普通的我们呢 一生遇到那些不理解 也看不起你的人 实在太正常了 如果没有反倒说明 你生活在一片虚假之中 是你活得太单纯了 当你睁开双眼 就势必会处在世俗的洪流之中 但这并非坏事 能帮你看清世界 也能催人奋进 通过努力改变现状 会让他人刮目相看 永远不断向前 自然会对他人的非议不屑一顾 此时你已经足够自信 不会为任何人左右未来 也不会轻易动摇 一书说 人真的要自己争气 一旦做出成绩来 全世界都合颜悦色 我始终相信别人的看不起 嘲讽与轻蔑都具有两面性 弱者才会为为此郁郁寡欢 强者只会借此盼上云梯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忧虑之中 倒不如一飞冲天 让整个世界为你而改变 有没有人瞧得起并不重要 你要瞧得起自己 在人际交往之中 正直善良的人会备受青睐 从而走得更远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要对他人从不设防 毕竟有些人根本不值得深交 他们一不小心就会害你 发现自己掏心掏肺的人 最后竟然矛头相向 那才是真的可悲 想要避免悲剧 就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你要明白 当有人频繁向你打听这些事实 说明他不利于你 千万要小心 01 向你打听小区的位置时 说明他看人下菜 现如今 穿着打扮 已经不能判断 一个人是穷是富 很多普通的人咬咬牙 也能买得起奢侈品 而那些有钱人 反而喜欢穿更简单质朴的衣服 唯独房子的位置不能说谎 富人居住在地段较好的位置 而穷人往往买在大众化的小区 身家如何一问便知 当有人向你打听小区的位置时 他的本意就是在打探你个人能力财富的水平 并以此来判断你的阶层 既然会将财富 当成是交往的第一准则 那么他在日常生活中 必然会捧高踩低 这类人并不值得深交 你反而要多留心 你太穷了 他可能看不起你 太富了 他可能利用你 无论如何 都是一颗定时炸弹 保持距离 才能保护自己 02.打听领导的喜好 说明他想将你取而代之 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中 女主角在职场中混得风生水起 即将升职加薪 这是他手下的实习生 伪装成与他关系很好的样子 经常借机向他询问领导的喜好 女主角总是如实说出 可是没想到就在升职加薪的结果眼上 这位实习生却将其取而代之 后来打听才得知 原来他用从女主角口中探听的消息 讨好领导 直接拿到了晋升的资格 这件事之后 两人反目成仇 女主角终于认清了对方的为人 但她在职场中的损失 已经无法挽回了 这就警告我们不要交浅延伸 更不要随意透露那些对你有用的信息 比如领导的喜好 下一步的计划等 在职场中 任何人都会是你的对手 你说的太多 就给了别人向上爬的机会 也是在贬低自己 无论别人怎么询问 只要装糊涂就好 把心思用来工作 相信你会在事业上更进一步 03 打听你的配偶情况 说明她可能会破坏你的家庭 在某社交平台中 一位网友透露 她在某学校工作期间 会接触许多家长 每到放学时 如果有条件较好的家长来接学生时 就会引起其他人的议论 还有很多人向她打听对方的情况 虽然她每一次都直接拒绝 但时候回想起来 还是不寒而栗 人心就是如此可怕 哪怕是有家事的人 也未必不会遭人觊觎 当有人向你打听配偶的情况时 往往就说明 他们已经有了抢占对方的意图 这并不是我们盲目自信 而是防危度见 守护好自己的家庭 以后也会幸福 真正成熟的关系都懂得点到为止 不该问的不要问 可偏偏有些人最喜欢询问以上三件事情 就说明他们别有目的 无论何时都要擦亮双眼 不要被人所骗 如果他们一再询问 不如就随便应付过去 不给别人可乘之机 我们也会活得更安稳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从说话之中就已经悄然落开 高情商的人不会随口乱说 他们只会在适当时刻保持沉默 避免争端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夸夸其谈 他们口无遮拦 最终只会令人厌烦 想要在人际关系中走得更远 管住嘴至关重要 不是所有话 都能随意宣泄于口 聪明人烂在肚子里的四句话 糊涂人却逢人就说 灵妖 谩骂别人的话 无论双方有着怎样的纠葛 谩骂都不是合理的解决方式 这只会显得我们很没素质 一个人骂了你 你以同样的方式骂回去 那么你就与他处于同一层次 这只会自降身价 如果对方的骂声 对你的生活毫无影响 大可不必在意 说不定他只是嫉妒你 你毫不在乎 才显得他无关紧要 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报复 零二 诋毁别人的话 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千差万别 看着别人过得光鲜亮丽 我们难免会心生极度 区别在于 有些人会不断努力 成为自己羡慕的人 还有些人会试图诋毁对方 来安慰自己那颗不甘的心 前者令人尊敬 后者令人鄙夷 用如此不堪的行为 来满足自己 证明他们永远与别人 有着巨大的鸿沟 无论别人是否会因为 他们的诋毁而受到影响 这类人都会受到惩罚 他们将永远困于 自身的低格局里 始终无法获得成功 希望我们都不要如此 提升眼界 放大格局 见贤思奇 会使自己越来越强大 那些你所羡慕的人 恰恰是向上走的牵引力 你抓住了 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03 嘲笑别人的话 别人比自己更厉害时 有些人会极度地发疯 别人比自己弱小时 他们也会高高在上 试图嘲笑对方 但无论哪一种姿态 都令人作呕 因为人与人之间 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 去嘲笑另一个人 在社交之中 人们都更喜欢 那些具有宽阔胸襟的成功人士 他们尊重所有人 能够让任何与之深交的人 都感到温暖 最终决定人际关系的 还是真心 那些洋洋得意 看不起别人的人 只会重判亲离 收起嘲笑别人的话语 构建更为良性的社交关系 相信这能为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 零四 自吹自雷的话 现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表面的华丽 来伪装自己 他们就会在朋友圈道图 晒那些自己未曾拥有的东西 还会在外自吹自雷 把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 似乎在炫耀吹嘘那一刹那 内心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自己仿佛已经登上了人生巅峰 但转眼之间 他们就会从高峰跌落谷底 因为现实生活未有丝毫改变 越是喜欢吹嘘的人 越活得不如意 他们的理想与现实 隔着巨大的鸿沟 种种反差 都会让人难以接受 与其用吹嘘来让自己活在恐慌之中 倒不如他是努力 用实打实的成绩证明自己 此时你无需炫耀 他人就已经竖起了大拇指 说话也是有讲究的 不是所有话都能随意说出口 谨言慎行 才能体现一个人的层次和格局 聪明人不说以上四句话 希望你也能做到 这会让你以后的生活更加顺利 在现代社会里 真正放下一个人的样子 从来不是拉黑和删除 毕竟就算清空了所有的联系方式 也未必能清除心理的记忆 有些人还在反复打听着对方的消息 还在日日夜夜思念着他 当初一件删除的行为 也不过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真正的不是外表上的不再联系 而是内心不再留恋 不再牵挂 不再着迷 就像一阵风吹过 留不下任何痕迹 想起来也心无波澜 坦坦荡荡 能做到这一点很难 但只要修炼到此种境界 对方的存在就再也不是威胁 而是青春记忆的一抹亮色 给人温暖 也催人向前 当我们把失败的感情抛之脑后 把对方看作可有可无时 未来的人生才豁然开朗 更好的感情也会源源而至 分手之后永远不要欺骗自己 你要做的是真正放下 当你彻底想开了 放下了 就会变成这样 灵妖 不论是否删除对方 都不会再有幻想 其实两个人分开之后 并非一定要删除对方 因为有些人一拍两散 可能只是三观不合 还有些人只是感情淡了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还能转变为朋友 留着对方的联系方式 也是对于过往的纪念 但不论如何 看到对方的朋友圈 提到对方的名字时 他们已经毫无幻想 也不会再泛起波澜 坦然接受两人 已经不再可能的事实 那么对方就会自动 化归为过路人的样子 以后的人生 也会更为自由 相反 有些人就算删除了 可还是希望 两人能够重归于好 幻想双方能够再度重逢 那么这段感情 就会深深扎根 永远也无法忘记 人生海海 有些人终会远行 既然已经深知不可能 就快刀斩乱麻吧 再多的幻想 也只是伤害自己 把时间留给未来 相信更好的人 何时会治愈余生 02 即便对方出现在面前 也会心如止水 有些人拼命努力 不过是为了让离开的人 看得起自己 还有些人努力包装 就为了在对方的面前 大放一彩 令他眼前一亮 看到对方羡慕的眼神 得到对方后悔的答案 就证明自己赢了 其实这还是 没有放下的表现 无论是恨还是爱 都会反复撕扯着人的情绪 也证明你一直深陷于此 真正的放下 是不再关怀 也不会在乎 他过得比你好如何 过得比你差又如何呢 你们已经分开了 便再也无法相互影响 从此一别两宽 各自安好 也是对于那段感情最好的交代 柏拉图曾说 时间会慢慢沉淀 有些人会在你心底慢慢模糊 学会放手 你的幸福需要自己的成全 真正的放下 就是从心底里 接受了两人已经分开的现实 在生活里也不再强求 双方成为了独立的个体 从此桥归桥 路归路 没有怨恨 没有留恋 只有坦然 不论两人是否还能做朋友 都希望你已经从心底里放开了对方 前路还有很长 离开错误的人才能邂逅 更适合的人生 以后再回首 这些或明或暗的记忆 也会变成岁月里的闪光之处 塑造了更好的你 也证明了世界的精彩分成 我们从不遗憾 始终成长 这就够了 01 收到一则留言 觉得甚是心酸 留言说 喜欢上一个不该喜欢 也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 从没想过会在一起 只是想能和对方成为好友就够了 难过的时候 高兴的时候 有个人陪自己聊聊天 就会觉得好开心 可惜 对方对我无感 我很痛苦 也很折磨 这种情感 又不能对任何人说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时候也会问 为什么要让我遇见他 让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打乱我的生活 有时候又觉得 遇见他真好 这么好的人 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已经足够幸运了 哪怕他并不属于我 每一个动了真情的女人 都会在心里自动地美化他 哪怕他在常人眼里 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自己也会觉得 他好到无人可以取代 但是要知道 爱上一个不该爱 也无法在一起的人 最好的方法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当断则断 当这段感情没有存在过 当自己没有爱过 默默地把它藏在自己的心里 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 只有这样 对于彼此来说 才是最好的成全 02 像这样的情况 并不只是个别的人遇见过 我还有一位 读者也有类似的感受 他说 我也是 他每天开车从我门前经过 有四五年了 一句话没有说过 可是前两个月的一天 他专门把车开得很慢 对我笑 很温柔 就是这一下我沦陷 我确定我对他动情 从那以后 每次他都会对我笑 我现在已经爱上他了 可我们都有家庭 我感觉他对我有意思 可有时候又感觉 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这种感觉好痛苦啊 我也是想加他好友 可以聊聊天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看 无论到了什么年龄 只要是遇见了爱情 就会完全让一个人失去理智 什么样的大道理都不存在了 爱了就是爱了 这是完全不可控的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爱情 都是爱情 有些时候 只是你在现实生活中 压抑的久了 产生的一种幻想 你没有真的跟他在一起 所以他所有的好 都是源于你的想象 等你真的跟他接触了 对他足够了解了 或许才会发现 其实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 03 错的时间 遇到自认为对的人 最后的结局 一定是没有结局 因为爱上不该爱的人 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一段爱情里 只能容得下两个人 但凡有第三个人的出现 这段感情就会完全变质 这样的爱不是爱 而是一种伤害 特别是对于结了婚以后的人来讲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到最后受伤的 后悔的 只能是自己 不要被一时的冲动 迷惑了心智 人总是会在心里自动美化 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 但其实 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在那个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人眼里 他再普通不过了 不要输给自己的想象 不要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梦 最正确的做法 就是回归到现实生活中 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以及身边的生活 如果你一味地 在婚外恋的边缘试探 到最后失去了 后悔了 一切都晚了 04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最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当他没有来过 当你没有爱过 人总是要往前走的 不是所有的人 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 都会陪我们 走到生命的终结 有些人出现 只是为了给我们上一刻 他们经验了我们的时光 让我们对未来 对爱情 产生了一丝幻想 但是这种幻想 永远都不会踏进现实 因为你们已经结婚了 已经有了自己的另一半 有婚姻有家庭 甚至有孩子 这个时候 如果你做出一些 对不起另一半的事情 那么你所坚持的信念和道德 全部都会崩塌 既然知道是错的 就不要去做 这是对自己的负责 更是对自己家人的负责 所以 当断则断吧 忘记这段错误的感情 好好生活 好好对待自己的家人 这是理智的 也是最正确的 01 彩礼是中国婚姻的一个悠久的传统 女方收了彩礼之后 这桩婚姻便算是缔结成功了 一般不得再反悔 这本是结婚时的一个非常喜庆的环节 但是到了现如今 却成了结婚的一大难题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 马 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这是沐昕在 从前慢中写到的一句话 然而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 每个人都在追赶生活的步伐 就连婚姻都在赶 赶出来的婚姻 在未来注定是不幸福的 有多少婚姻 就是因为在彩礼这件事情上太赶 而最终被毁了 好好的一桩姻缘 最终成了孽缘 那么这种有缘无分 究竟是谁的错呢 有多少情侣和婚姻 都是因为彩礼二字而分手的 02 我的发小陈江 就是被彩礼毁掉的 中国婚姻最好的例子 陈江之所以到了30岁的年龄 还没有结婚 就是因为上一段姻缘 最终没能修成正果 让他对结婚这件事 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和兴趣 陈江在大学时 谈过一个女朋友 一直谈了七年的时间 两个人彼此都把对方 当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当成了一个习惯 然而就是这样的爱情长跑 最终没有输给七年之痒 却输给了彩礼 谈了七年的恋爱 陈江和他女朋友都觉得 是时候结婚 是时候让双方父母见个面 定下两个人的婚事了 可不见还好 一见就出事了 陈江说他这辈子也没有体验过 比这更尴尬的事情 在饭桌上 女方父母提出 男方要把房子买好 房子的贷款可以一起还 但一定要有自己女儿的名字 这还不算什么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们提出彩礼要38万 前面的买房 陈江的父母觉得 现在社会都这样 你就接受了 东拼西凑借一借 总能凑个首付出来 可是还要这38万的彩礼钱 又要到哪里去凑呢 03 想着跟女方父母商量一下 能不能少一点 却被一口回绝 说这是他们那边的习俗 嫁女儿都要这么多 自己的女儿也是辛辛苦苦养大的 总不是别人有的 自己却没有 陈江家庭 本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不算太富裕 现在动辄就2-3万每平米的房价 就已经让他家有些承受不住 还要加上这38万彩礼 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父母拉下脸皮 多次去跟女方协商 看看能不能少一点 却去一次就被回绝一次 到后来甚至放出话来说 没有38万彩礼 这女儿你们别想从我家取走 好好的一桩婚事 竟然变成了谈判桌上的生意了 为了彩礼讨价还价 直到最后也没能谈拢 两个人也就一拍而散了 陈江在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问了我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现在的人结婚要的彩礼越来越多 到底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04 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 这个问题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 有些家庭认为嫁女儿彩礼要少了会吃亏 有些家庭认为彩礼只要过得去就行 现实告诉我们 彩礼要得多的家庭 最后女儿不一定过得幸福 彩礼要得少的家庭 女儿也不一定过得不幸 其实彩礼只是一个过场罢了 结婚以后两家人成了一家人 有什么困难挫折都得帮衬着一起度过 彩礼钱多和少又有多少区别呢 结婚是一对男女的结合 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如果把结婚时的彩礼钱当做了卖女儿的收入 那岂不是更让自己的女儿显得廉价 每个女儿都是自家父母的心头肉和无价之宝 区区几万块钱又怎么能显示出自己女儿的优秀呢 女儿嫁人 彩礼多少不重要 人品好不好才最重要 嫁给一个积极上进 温柔善良的男人可远比要多少彩礼重要多了 只是这个道理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明白 如果因为彩礼毁掉了一桩婚事 或许你毁掉的 是自己孩子一生的幸福 首先 我得承认 这是我也有错 我不应该在度蜜月的时候带着闺蜜 但这并不能成为她背叛我的理由 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这样做未免太不人道 我跟她从小就认识 我什么都让着她 因为小时候她家里特别穷 她妈妈跟爸爸离婚以后 就带着她来到了我们这 跟我成了邻居 她欺负特别人渣 总是欺负她 她很害怕 经常晚上跑来跟我一起睡 我们每天晚上都要说很久的悄悄话 还说一辈子都不要分开 做永远的好朋友 长大以后 她变得特别漂亮 身材高挑 脸蛋诱人 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大堆男孩子 都特别有钱 但是她谁都不同意 保持着一贯的高冷 但是后来她妈妈生病了 需要很多钱 她就被一个富商包养了 从那以后彻底堕落 我理解她 也很心疼她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再后来 她远嫁了一个富二代 我们联系也少了 我很担心她 也很想她 我跟老公是大学时就在一起的 她家里也很穷 后来因为读研究生 我需要同时 打好几份工 供她读书 现在她已经成了一家国企的高管了 一切都变得好起来 我也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她买了房买了车 就向我求婚了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闺蜜的时候 闺蜜说她离婚了 因为对方家暴 我很同情她 更多的是心疼她 于是 每次我和老公出门 都会把她带在身边 希望她心情好一点 没过多久我怀孕了 我和老公商量 等生完孩子 再举行婚礼 老公就先带我去蜜月旅行 说有了孩子 就不能想 去哪就去哪了 我不放心闺蜜 就让她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大理 老公说 这样不适合吧 我说没关系 我跟她一起长大的 我希望她过得好 可没想到 我竟然亲手把自己埋葬了 那次旅行回来 闺蜜的心情明显好多了 我就放下心来 专心养胎 筹备婚事 老公说她工作忙 没空陪我 就希望我回娘家 让爸妈照顾我 我体谅她 就收拾行李回家了 在准备生产的时候才回来 然后却在鞋柜里 发现了一双女士拖鞋 老公解释说 闺蜜的房子到期了 她就让闺蜜来家住一段时间 她去公司住了 我打电话给闺蜜 证明老公说的 是真的才下心来 这个时候 我对她还是完全信任的 生下女儿半年后 我和老公举行婚礼 婚礼现场 闺蜜是我唯一的伴娘 她包给我一万红包 是她赞了很久的 我当时特别感动 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 一辈子都指了 可我高兴太早了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在我们交换戒指的时候 闺蜜突然冲上来 抱住了我的老公 说我爱你 我也怀了你的孩子 你不能这样跟她结婚 那我怎么办 老公呆住了 我也呆住了 她满怀惊喜地问道 真的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闺蜜拿出化验单 他们抱在了一起 我彻底炸了 一把把化验单抢过来 用高跟鞋 把闺蜜踹到在地 气氛死一样的沉寂 我故作冷静地问 多久了 闺蜜说 从大理你们度蜜月的时候 我们就睡了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你懂什么 黄脸婆 你长这个样子 哪一点可以跟我比 我二话不说 一个耳光扇过去 说 去你妈的 婊子 就你也配跟我比 骂完继续踹了她几脚 把手捧花 砸到了她的脸上 她的肚子流血了 送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说 孩子没了 老公说 她对闺蜜有愧疚 她要和我离婚娶她 那就娶吧 我把这些年 供她读书的汇款单 和转账记录 全部打印出来 跟她说 先还账 否则我让你身败名裂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你们支持我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 更好的做法